最后你要看到他采访他在那会儿记录着 他根本不在乎你怎么回答他把问题问出去就赢了 如果咱没有摄像机你满身是嘴你也说不清啊 腾彪说我乱伦我侄儿媳妇结果变成了我说腾彪是乱伦 你想有多可怕 GTV他说我们是骗子那很简单谁被骗了 螃蟹这个孙子那个小垃圾称为大燕王子 跟我在这边他说他要恢复河北大燕王子 这孙子个垃圾变态的一个小小垃圾 他说我两天没吃饭在这之前我崇拜他的房子啊 公寓啊西装啊游艇啊然后不给他钱了 两天就一想这家伙是骗子 你觉得谁能崇拜一个人经过两天不给钱以后 我就认为他是个骗子 这种垃圾话他能给你弄出去 因为所有人看没有人细数问对对对他是骗子 然后最后是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他会把中国人带入地狱 我咋把中国人带入地狱 我爆料我们四五年来 你没想过我们把一个中国人带入地狱了吗 怎么能把中国人带入地狱 他让中国人恨我们 你看了没有 不然他让美国西方世界恨爆料革命 他让螃蟹的嘴说出来 中国人要恨这个爆料革命 心里我来嘛 这个值阴歹跟当年印尼牌华一模一样 你看共产党的报纸你们查查 1968年和1997年两次排华之间 大量的共产党的报纸竟然隐隐约约约各种 像当时的参考消息都在说 海外华人要守法呀 你背叛了主国 你离开了主国 你到人家国家要守法呀 结果啪弄完了 意思是什么 中国人要救这些人不是 他都是背叛我们走的 他们不守法在人家国家 和这个如出一辙呀 等到我们被杀的时候要告诉国内人 这帮东西都是混蛋都是邪教 你看这又来了 还让中国人恨你